我只要夹在一起 陈老师造句挑战 传统农历新年是华人的传统节日 关午节是华人的传统民族 学习 我们要多多学习华文 我只要夹在一起 像陈老师学习华文补习 就可以学习到很多的 华人传统民族习惯 参加华文补习 不只是会学习到 华人的传统文化学习 态度 我们要以勤劳认真的学习态度来补习 才可以学习到更多的 华文传统民族习习和文化 我认为造句练习可以让孩子学习 写作的基础 造句也能够让孩子们提高 想象力和创造能力 在学习的过程中 如果能够增添一些小小的游戏 就能够让学习变得更加的游戏 这个时候学生学习知识 就会变得更加的认真和努力 我是陈老师PityC 多关注我 你将会得到更多的华文知识